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 回到现实世界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冬日12月22号 先祝大家冬日快乐 那么我们华人庆祝冬日 马来人开始在那边大战了 这个大战一触激发 还上头条 昨晚我们知道那个反汤会查封了 东达印的60层楼的Munara IL 他的大厦被反汤会查封了 这个好像是马来西亚第一次发生的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东达印是老马的老管家 所以接下来几个月可能大家会看到一场精彩的大战 但是安华已经先赢了一局了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这一期我就把前因后果解释给大家知道 那么前几天安华突然宣布禁止以色列的船停泊在马来西亚的任何港口 其实就只有一间公司 以色列的那间公司 叫JIM的公司 总之他的船不可以停在马来西亚的任何港口 然后他现在还有4000个后卫洇签通统给我� than take 这个消息一出来呢 一出了 打烂腔 在这边这么老亲 在那都很乱 há烂 在 Ende 1960 叫传闹和有安华青色疗 你们没有读默止寒飞子鬼滋啊 Senator sla 我都要去找莫子杭妃子鬼谷子 这些去看一下 因为安华在监牢的时候 他熟读这些莫子杭妃子 特别是鬼谷子 这些书他通通读到完了 他做这件事情 他一定有更大的目的 他禁止以色列的船停在马来西亚 以安华来讲 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他除非有一个更大的目的 那个目的大到 值得他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知道 他禁止是国门的行为 他国门不可以穿短裤 那个蛋糕 不可以写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 不可以按摩 不可以开演唱会 不可以买字 不可以喝酒 这些都是国门的行径 他安华竟然历史上第一次 开始禁止东西 学国门这样子禁止东西 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鬼谷子 看航飞子 看Mod 看这些道家儒家 从他的经典当中去找出安华 为什么突然间禁止以色列的船停靠在马来西亚 果然今天答案出来 因为答案不打这招 自己承认了 他自己承认了 老马自己承认了 那就不用再找答案了 果然安华这一招 彻彻底底打垮老马 毁掉老马 老马跳进恒河都洗不清 恒河是他祖先的河 老马应该在恒河洗 他不是在长江洗 不是在雅鲁战布江去洗 他应该在恒河 老马是跳进恒河洗不清 他不是黄河 如果是我们 我们叫做跳进黄河洗不清 老马祖宗的河是恒河 跳进恒河也洗不清 老马这次真的是洗不清了 为什么以色列的船可以停在马来西亚 谁给的 谁批准的 老马 原来是老马 老马竟然批准以色列的船停在马来西亚 我听到我都吓到 我那里可以给以色列的船停在马来西亚的 我跟你讲 今天假如我是以色列的工资 我是以色列的船 我也不敢停在马来西亚 你叫我停我也不敢停 我都知道你们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吗 我是以色列船 我那里敢停停在这里 一定是有人呢 叫他们来停的吗 有人公然庇护他们吗 有人公然躺护他们 有人公然盆赶他们 有人呢 有水抽的吗 啊 啊 你们追寻这个脉络 你们知道老马的儿子干什么的啊 啊 他嘴巴呢 在那边大骂以色列 在那边讲以色列讲到家 你看老马天天骂以色列啊 啊 结果呢 老马让以色列的船呢 停在马来西亚的港口哦 啊 收以色列的钱哦 撞以色列的钱哦 哇 够力哦 这是啊 他现在老马自己承认自己讲了 啊 他说那时候呢 是因为那个第一次第二次那个那个 那个克林顿的那个他们 那个阿拉法特他们开会一下 他说啊 OK咯 这个马来西亚让你以色列的船停靠咯 其实是不可以的 啊 你看他他今天依然对加沙地带的人民这样子 嘛 你老马凭什么呢 去给以色列的船呢 停在马来西亚 啊 为了什么 儿子啊 啊 啊 所以呢 老马呢 他这回呢 他真的是坐了马肩 他出卖了马来西亚人 他伤害所有马来西亚人的感受 伤害所有马来西亚人的感情 他跳到恒河呢 都洗不清 想不到安华这一炮呢 打出呢 惊天动地的一炮 这一炮呢 彻彻底底把老马的人生呢 彻彻底底摧毁 让老马呢 永远没有办法再放声 好来我们来看那个新闻啊 之前我们就在讲安华到底要怎样打老马 老马你很难打一下 而且你要打得很有效啊 一跳就让老马彻底无法放声啊 现在呢 安华终于做到了 然后这个老马的人生呢 给安华彻底的毁灭了 然后呢 他现在在清理老马身边的那个人 这个东达印嘛 东达印是老马很重要的老管家嘛 他的那个大厦呢 被查封啊 所以整件事情呢 都可以在一起讲了 所以那天那些国门的那些支持者呢 就很高兴咯 国门都没有在极端里 安华跟极端啊 在那边唱歌跳舞 半边炮动动枪啊 是不是 以为说安华呢 禁止以色列的 所有的那个船呢 来到这里 就我的立场来讲 这个是必须禁止的 对以色列是非常过分一下的 对陆赵福讲呢 立刻生效 这个以色列的船呢 不能够再停 那个发明呢 也讲说 其实没有什么 那就一间公司啦 只是对某个人的儿子呢 可能有一点影响啊 其他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是不是 然后呢 那这些NTO呢 一直以来呢 很反对安华的哦 每次都骂安华 讲安华 批评安华 不爽安华的啊 这一次呢 称赞安华 一招打赢了 真的是啊 安华真的是一招 一招鬼不止呢 打赢了 那目前加沙地带呢 你看 以色列呢 要去抓恐怖分子呢 可以对人民好 好一点吗 啊 是不是 假如以色列 对人民好一点呢 我们今天需要 大非洲战去讲他吗 联合国一直骂 联合国骂到现在 知道吗 啊 任何国通过多少次决议了 你就是对对当地人民好一点呢 你怎样抓恐怖分子是你的事吗 啊 是不是 啊 以前为什么这样怕曹操 因为曹操啊 啊 那个城给曹操打下来啊 那个城啊 没有一个人活着 我可以跟你讲啊 啊 为什么叫喜欢刘备啊 因为我讲政治的 我知道那个刘备其实是大骗子啊 但是为什么人民支持刘备 因为刘备啊 去到每一个城啊 爱民如子啊 啊 没有对人民的其他的人来啊 啊 那个人民十个 十个死是一个啊 啊 刘备呢 一个都没有杀啊 啊 所以人家就很支持刘备啊 啊 所以以色列呢 就是不懂这个道理 结果这件事情呢 我也没有想到 所以我就看几天 我就在等了 安华到底为什么突然间禁止以色列 早不禁迟不禁晚不禁啊 啊 你这样禁止 你不是跟国门蛋糕 蛋糕不可以写圣诞快乐一模 你不是做同样的事情吗 啊 结果呢 老马自己跳出来承认了 老马是 officially写在他的 官方面子书上面 他讲说 当年呢 允许以色列的船呢 旨在和平 如今冲突证明呢 独牢无功 啊 你给的啦 啊 你身为马来西亚的首将 你怎么可以批准以色列的船呢 停在马来西亚的港口 我问你这条罪呢 你如何承担 马来西亚是不是要召开军事法庭呢 召开什么那个听证会呢 去听证一下老马 为什么马来西亚可以批准 以色列的船呢 停在马来西亚 为什么你老马可以批准 啊 你严重伤害我们马来西亚 所有人民的感情 知道吗 啊 所以完了 嗯 所以给这个安华一招打下去呢 啊 他是跳进红河都洗不清了 啊 所以老马呢 没有希望了 所以你们那些投靠老马的人呢 老马的子子孙孙呢 你们可以转一阵营了 没有办法 老马支持以色列吗 嘴巴骂以色列骂成这个样子 啊 背后啊 私通这个不叫做私通以色列吗 啊 哎 你私通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啊 怎么突然间可以让以色列那间公司呢 来马来西亚做生意哦 来那个船停在那边哦 而且老马自己还承认哦 他当年呢 还让以色列的那个半球队呢 来马来西亚比赛哦 来马来西亚打球哦 本来是不可以的 啊 老马给的 全部老马给的 老马让以色列来的 啊 会真的好虚为啊 啊 想不到安华这一刀打下去呢 啊 打出那个老马的真面目啊 啊 原来呢 我们都给老马骗了啊 啊 整天讲以色列不好 啊 自己跟以色列做生意啊 啊 然后呢 啊 那他的老管家呢 啊 那个东达印呢 啊 他的那个大厦呢 这个Munara IL呢 啊 现在被查封 原因就是 就是人 那个他拒绝申报金融资产 啊 因为人家 政府叫他一直报那个财产呢 他到现在不不肯报 不肯报很简单 查封啊 直接查封啊 所以 人家到现在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 安华呢 自己要做财政部长 啊 其实呢 就是避免呢 第二个东达印 知道吗 啊 避免第二个东达印 老马呢 制造了东达印 直接这号人物出来 啊 老马呢 差一点点呢 制造那个零四王朝啊 你看零四王朝做了财政不转之后 哇 现在你看 多嚣张知道吗 啊 啊 零四王朝差不多要走向呢 第二个东达印的道路啊 啊 你看零四王朝那天讲错话 那个非非华人不可以做首相 谁谁来帮他解围 老马咯啊 啊 还不是跟老马有关系啦啊 所以呢 安华呢 自己做财政部长呢 他是避免了第二个东达印的产生啊 啊 那虽然那个东达印呢 他是很年轻 他年轻的东达印不会变成东达印 但是很难讲哦 你你可能他做多五年做多十年呢 他就是变成像东达印这样的一个一个人物啊 啊 所以你看这个马来西亚呢 啊 还是有这个问题知道吗 因为东达印呢 是前车之鉴啊 所以安华自己做财政部长呢 也是好的 不然下一个东达印再产生的话呢 啊 我们的国家呢 啊 损失会有多大知道吗 所以 查封了之后呢 今天 今天没有看见呢 有那个特警 特警部队进去了 特警部队昨天去了那个复读 复读青年 在那边烧了 1100一个复读青年呢 烧了回去啊 看了那个电影呢 啊 昨天呢 人家人家在复读 人家以为哇 要抓恐怖分子啊 什么以色列打过来 不是啦 去抓复读青年啊 啊 结果今天呢 并没有进去这个IL 那边去啊 什么啊 接下来我们给安华算算那个动手的日子吧 OK 12月已经过了 我们就不看了 所以 1月份呢 我觉得是很好的日子啊 因为1月份呢 不赚到任何的大节日啊 所以要动手呢 1月份是最好的日子 那么2月份呢 还有几天嘛 然后就碰到 那个CNY了 你在CNY动手呢 那你对华人有点不太好啊 但是呢 有一个很好的时间呢 就是CNY过后的日子 就是反正那个你拜了天空过后 当华就可以出手了 那那是一个好日子 然后直到呢 这个10号11号 因为一旦巴萨呢 啊 开那个再借约呢 再借约是不可以动手的 再借约是不可以搞这种事 你看看 开那节在4月10号嘛 所以估计在3月11号呢 那个巴萨之前呢 啊 这一场战争呢 就会结束了啊 所以 那个那个4月过年了嘛 不可以嘛 是的 所以估计呢 啊 动手的日子呢 会在华人心眼之后 啊 首先他第一个呢 就是在1月份 所以你看现在他 动了那个动达一鸟 啊 这几天就开始做事情了 那大家庆祝 Happy New Year Happy Christmas 之后呢 他就开始这一个月呢 1月份估计会很精彩 如果啊 动不动 搞不到大单的话呢 就等华人心年过后 这两个礼拜呢 他就会搞一张很大单的啊 动手 然后啊 确定呢 在这个WhatsApp之前呢 啊 把这个事情呢 告一段落 然后大家WhatsApp过年 啊过年之后啊 啊 真的是来清算了啊 所以这个就是啊 啊 我们来谈算一下那个安华的那个时间 对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要等那个阿公嘛 等下一个阿公嘛 那个楼佛苏丹做阿公嘛 对楼佛苏丹还没有上任之前 他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啊 啊 抓汤官啊 啊 总之他一上来呢 就是狠狠的抓 他是在1月份呢 他才他才上来的 所以估计2月份动手啦 啊 2月2月 因为你2月不动手呢 就WhatsApp了 就要过年过啊 这段时间不好嘛 不然你等到过年呢 你等到过年的时候呢 那个钱呢 已经全部给他们运走了啊 人也跑了啊 那等下他passport来了 他真的不要回来 去找女婿怎么办啊 是不是 他真的是跟他女婿一起溜玩啊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明年的马来西亚呢 会很精彩的哈 所以还没到明年呢 你看见呢 都已经玩了这么大了 想不到安华呢 他这一招呢 他禁止以色列的船停靠呢 想不到钓出那个老马呢 哇 老马呢 给以色列的船呢 来马来西亚做生意 哇喽 我听到我都 我跟你讲 我是年度最震撼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啊 我真的是 我的整个思维呢 都崩坏了 啊 我都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呢 老马 让以色列呢 来马来西亚做生意啊 我都完全接受不到啊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啊 啊 所以这个老马呢 真的是让我们大事说万了 啊 然后现在开始动手那个动答应了嘛 所以 各位观众朋友 看见这个事态的发展呢 啊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 们下回见